家人们,隔夜吃剩的大米饭不要扔,简单抓一抓 搭配上一把香菜,轻松解决一家人的早餐,养养又美味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 锅中油热下入鸡蛋,用筷子迅速划散 炒成鸡蛋脆下入第一把葱花,炕出香味 加入一碗隔夜的大米,边炒边二压,炒至米饭粒粒森明 好吃的关键就是葱厨家的香西外陀菜 一碗大米放入半袋即可,翻炒一分钟炒出香味 出锅前,放入葱花和香菜,快速翻拌五六七八下 一份非常好吃的外婆菜炒饭就做好了 三分钟就出锅,快试试吧